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啊 开春之后这个三角煤 应该如何正确的修剪 还有修剪之后的换盆工作 换盆的话呢 一定要这个它在盆土里面加足底肥 底肥的话呢 有利于它根系的这个往下生长 而且呢 有利于它后期的生长 底肥的话 我一般是用这个发酵复苏好的羊分 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用鸡粪或者是芝麻饼肥都可以 那么在给它摘种好之后 很多话也就会关心后期应该什么时候才需要给它用肥了 是啊 给它用肥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看一个标准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标准呢 就是看这个三角煤啊 它的新芽新叶有没有萌发 如果三角煤像这样子已经萌发出新芽新叶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它追肥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开始恢复生长 而且呢 气温也比较适合它生长了 那么应该怎么补肥 补什么肥呢 这时候用肥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 因为它正处于营养生长 对氮含量需求比较高 但是呢 其他的营养元素也不能够缺失 所以我一般用的话呢 就会用这个畜生长型的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啊 氮含量比较高 连讲含量啊 中微量元素有机制 还有微生物含量都非常丰富 比较适合在这个阶段使用 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给它稀释1000倍 然后呢 给它进行这个灌根处理 如果你喷头里面给它埋了有机肥了 我们也可以给它进行这个叶面喷湿 从叶面上来补充营养也是可以的 但是刚开始用的时候的浓度一定不能够过高 所以呢 如果灌根建议大家稀释1000倍 如果是喷叶的话 建议大家稀释1500倍左右 然后给它使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有利于这个新芽新叶的后期的生长 让它长出更多更粗壮的这个新叶新枝出来 所以三角梅换盆之后 大家想要给它用肥的话 就一定要看一下它的新芽呢 有没有生长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